嗨,這是DMIS Studio 那我們今天來聊聊 為什麼學生需要一把好吹的口琴 前幾天學生跟我反映說他的口琴 在搖晃的時候會有喀啦喀啦的聲音 那我第一直覺就覺得說 這個一定是螺絲沒有鎖緊 所以我就把這把Contra Bass帶回家檢查 拿到家一吹之後發現 這把口琴超級無敵露氣 那這個就絕對不是只有螺絲沒有鎖緊這麼簡單 所以我就把這整把口琴拆開來 發現這個黃座板上鎖在琴身上的這個螺絲啊 總共20根 大概斷掉了有12根 非常的誇張 螺絲頭跟螺絲的這個中間螺紋的地方是直接分離的 那我就把這些螺絲全部一根一根取出 那換上我所擁有的這個不鏽鋼的螺絲 再把它原封不動的裝回去 那當然這個口琴就OK沒有問題 在今天早上的團練我就把這支口琴拿給了這個 吹Bass的這個學生 他一吹哇他就說 哇根本就換了一支新的口琴一樣 口琴啊他很漏氣喔他其實會產生很多問題 第一個當然就是不好吹的問題 其實在更深層一點我們應該要思考的是 他其實會降低學生演奏這個樂器的意願 因為他拿到一支不好吹的口琴或怎麼吹都吹不大聲的口琴 在團練上他可能就沒辦法做到我們想要的音量 或者是他自己在練習的時候他會覺得非常的好氣 在吹奏上會很沒有效率 所以這幾年在教學上我一直在追求的其實就是一款 可以有穩定品質而且音色不要太難聽的這種口琴 那如果學生有遇到這樣的問題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做的就是盡快幫學生把這個口琴處理好 讓他不要覺得這個口琴一直很難吹 那這樣反而會一直消磨掉學生這個練習上的熱情 OK今天先聊到這 謝謝大家